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蛮奇怪 头一天 也在头一天我看到在以色列有两个普通人拍摄的 但后来我再找 我没有找到 他当时录的两个星体最后碰在一起 发出了很强烈的光芒 而且把这个街区的这些汽车啊 什么汽车那些防盗的喇叭啊 包括狗啊什么都叫起来了 看起来也蛮真实的 因为很难很难想象造假 他如果他是造假的话 他的意义跟作用 因为从时间跟声音的角度来讲 起码我没有看出破绽 那白宫呢 那个美国国防部呢 公布那段UFO的视频呢 他没做太多解释 他就只是说 承认这段视频是真的 是美国海军拍摄的 我自己理解呢 从UFO的角度来讲 其实承认跟不承认呢 他就是采取一个时间点 他更借助UFO 告诉人们 美国政府承认 除了人之外 除了我们人之外 在这天地间 在地球上 有着其他的生命 生存在这地球上 而他的科技的水平 他的技术水平 以及他的生活方式 跟今天的人完全不同 跟我们的人完全不同 人无论 到包括美国海军 只能被动的去捕捉 根本没有能力 去跟他抗衡 不可能 不可能 他的运行速度 表达方式 跟他对空间存在的那种形式 是人根本做不到 他可以以不同的方式 快慢 跟他任一个角度去变形 他可以任意消失 在人的视觉中任意消失 你人不可能 对吧 同时间 一个犹太人的拉比 这个人叫雅 什么雅阁 叫雅 蛮年轻的 犹太人的拉比 不是通常人们解释的 什么法律常识 什么根本不是 犹太人的拉比 他有着宗教的背景的含义更深 为什么谈到有关 他是法律的问题 是因为 犹太人的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那是犹太在旧约中 在圣经旧约中 所传递出来的故事 神给予人 法律上的一种 典范 或者说约束 如果你到 如果你到希腊 你到希腊 你到他的那个太阳庙去看 太阳庙的外面 雅典的 进他的那个太阳庙的外面 就在他的进门处 有一个大柱子 大概有两个人这么高 这么高 汉白玉的 那是原来说 上的字很模糊了 是当初 希腊人的 雅典留下来的法典 他在全是 像今天的人 全是神的 给人定下的规矩 这是促成了 犹太人的拉比 在犹太人的环境中 比较受人尊重 但不得不承认 这都走到了最后的末法 佛家说的末法末节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认识 但是呢 有这样一个社会的尊重 但是呢 你说他自身能够达到多高的水平 不好说 在犹太人的 他相应的这样的法典的书中 有一本书 记述了 在弥撒亚出世前后 就来到人间前后 他说在人间将出现两次大的瘟疫 这是其中 昨天我看他报的 两次大的瘟疫 他讲这是一次 还有一次 将在今年的 他说在今年的秋冬天 而第二次的出现呢 他直接引述了 他相关犹太人留下的 这个法典当中记述的 上帝净化人类 就这么说的 上帝净化人类 以迎接弥撒亚的到来 这个说法跟 14岁的 这个印度的神童的说法 类似 他强调的就是人的业力 强调业力和超级细菌 时间点上都比较类似 网上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相关的报道 这是看中国两天前报的 犹太人拉比说 将出现另外一种病毒 比中共病毒更致命 我也跟大家解释过 作为普通人有多大相信 我个人觉得现在相当难 相当难 网上看过一个报道 那个人叫慕容雪村 大概是 他在推特上今天发了个推文 他到了武汉去了 他说他在武汉街头走了几天 然后去询问武汉人的 武汉人湖北人的 对这次病毒来源的看法 他说果不其言 大多数武汉人说 病毒是美国人投毒制造 我觉得我个人也觉得蛮接受的 我个人觉得相当接受的 如果经历过这么一次灾难 今天中国人 湖北人 武汉人 他能改变他的思想的话 我说句难听话 这个病毒他就不来了 那是相当纯正的 相当纯正的 今天即使对很多宗教的人 他都不会说按照神所说的话 去改变自己 不可能的 他很欣赏阴谋论 阴谋论就是马克思的那一套 辩证唯物论 很崇尚自己的能力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保护自己的脸面 他自然就出现这种事情 命运难逃 金正恩脑出血 病情反复 输出金平日 代掌军权 这是一个全新的说法 应该在一个多小时之前 自由亚洲电台拿出来 跟我们以往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他说引述了平壤官方的消息 36岁的金正恩 10天前被紧急送往平壤医院抢救 刚刚脱离危险 处于重症状态 必须小心 心情保持平静 减少脑部血管的压力 目前处于意识清楚 但语言说不了话 那我们通常说的中风 他爸爸就是中风死的 这倒是 他的叔叔金平日代管军权 他的妹妹金与正去管党务 他叔叔代管军权 可以很容易把他干掉 那在当初他父亲死的时候 他的叔叔就曾经跟他争过兵权 那他为了防止叔叔跟他争兵权 给他叔叔弄到捷克去 弄到捷克做大使 那捷克做大使 那个级别蛮低的 对吧 我觉得这是这样 捷克做大使级别相当低了 那西方西欧很多国家 发达国家 他为什么不让他叔叔去 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是什么一个背景 他原来写过授权 他把军权交给了他叔叔 中间这是真空的 还是当他出事之后 那朝鲜的军事委员会 朝鲜的政治局 开会决定把军权由他叔叔来来接替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公然的这个军事政变 所以这中间是没有过程的 中间没有过程 他的妹妹接受来来掌控党务 这个是顺理成章的 因为在11号他最后一次露面的时候 他妹妹进入了政治局 而他妹妹在过去时间里 一直是在他身边出现在关键的场合下 对吧 到韩国去 跟这个川普的见面 都是他妹妹在中间 是最主要的中间人 所以妹妹管理党务 顺理成章 而叔叔掌握军权 这代表着整个权力没有出了金家 但是这东西不让人的 这东西绝对不让人的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 但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准确的消息 因为中间的疑点太多了 跳动太多了 但是在一个更大的天象的背景之下 他的失去就是事不过三 金家事不过三 势必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毛泽东在他的儿子都不行的时候 他又不认自己的私生子的背景之下 当他一旦死去之后 你看到的邓小平出来 是对他的完全否定 类似咯 在人的生命的角度来讲 认知的角度来讲 将发生类似的变化 然后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